苹果跟三星的科技大战 双方再度各自出招了 市场上传闻说 苹果秘密研发13岁荧幕的巨无霸iPad 概念影片也曝了光 而三星打算要提早在2月份 MWC世界通讯大会上 要来祭出新一代的机皇S5 据说有金属还有塑胶 有两种机壳可以来选择 不过苹果也不甘示弱 他们宣布要来结盟中国移动来回击 新的iPhone也正式在中国开卖了 苹果执行长库克 他亲自飞了一趟中国 来帮忙造势 爱情长跑六年 苹果与中国移动终于结联礼 苹果执行长库克 和中国移动董事长西国华 宣布17日开始在大陆 开卖iPhone 5S和iPhone 5C 传出光是预购量 就已经达到120万台 消息一出激励苹果股价15号股价上涨2% 收在557元 苹果也将在28日公布去年第四季财报 内容将包括iPhone 5S和5C首周销售数字 看得出来库克努力突围 先拉拢大陆市场 接着还要把iPad来个大变形 市场传出 苹果将要制造13寸萤幕的巨无霸iPad 比起目前9.7寸的iPad Air 萤幕加大四分之一 而与7.9寸的iPad mini相比 整整放大了40% 对手也没闲着 三星宣布最快今年3月发表 新一代旗舰手机Galaxy S5 这位还要采用金属塑胶双机壳 但S5金属机壳版本 售价高达3万2千块 比起iPhone 5S的零售价 整整高了1万元 基本上其实现阶段 整个手机市场 就是分两个极端化 一个是非常高价的 高单价位 走个比较顶尖客群的 另外一个是比较低价化 那就是走向M型化 后价这方面应该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其实比较高端的一些用户 他们比较注重在所谓的稀有性 看来2014年智慧型手机大战 一触即发 东森彩定新闻综合报导